我今天要講的是 Photostory 然後它是一個免費的軟體 然後我們先把它安裝 剛剛忘記先安裝 然後它主要是用圖片 然後把它編輯成一個故事 然後圖片可以做一些效果 然後可以放一些音樂什麼的 就讓你的故事更生動 然後我們現在 開一下Photostory 然後一開始會進入這個介面 然後我們開始新的故事 圖片 然後我找到剛剛三張我抓的 然後這是剛剛抓的 然後它可以移除黑邊 移除黑邊就是 你看這 圖片有那種稱之不及的大小 然後它可以把它給消除 所以我們就用移除黑邊 給大家看看 啊這個太小了 所以它一定會有黑邊 所以 所以我就 我就調整一下它的 大小 然後 然後這個是 這個感覺沒什麼差 好 然後 移除黑邊之後呢 它在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 色階校正 你就按下去 它 它會自己把顏色弄得比較好看一點 你看像這張 黑的跟什麼一樣 它就 按下去 哇好亮啊 然後主要是 這裡之後 這裡進來 你按這裡有一個編輯 進來之後它有一個新增特殊效果 然後你有看到 水彩 然後它就變成水彩 然後 像有一些人會用什麼懷舊風啊 什麼黑白 就可以 你可以用自己的照片 然後做成一連串的故事 大概是這樣 然後 我先 大概 隨便調整一下它們的特殊效果 然後 可以用個 彩色鉛筆 這個看不清楚 我 這樣搜尋 這個 好黑 然後 眼 當你的那個 圖片都調整完之後 就按下一步 然後這裡有一個 紅眼校正 它主要是 拍照的時候 有時候眼睛會有那個 紅眼現象 它可以把它消除 對 然後 我們先按下一步 然後 在這邊的話 可以增加 你的 圖片的文字 然後它可以有 至中 至上 至下 然後還有那個 對 至左至右 然後 可以 示範一下 然後 這裡 你可以看到這裡 可以調整字形大小 然後我們可以選個什麼 奇怪的字形之類的 然後 然後 我主要就是 先這樣子 然後 我們下一步 然後 這裡的話 你可以有一個 錄音的動作 就是 你可以在你這張照片出來的時候 然後 你可以講一些內容啊 什麼的 呃 然後 我們可以 設定那個 這張照片進來的時候 它是從哪個位置開始進來 然後 我們先 這樣子 等一下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然後 我可以 只要從 右下角這樣上來 這樣 它會從這裡開始照 然後慢慢整個 出現 對 好 然後 這裡就是那些 那些 功能 它會有 呃 你看這樣 呃 這樣子 呃 它就是 這裡會有一些特別的 就是可以用 好 然後 然後我們下一步 然後這裡的話 就是整個的 音樂 背景音樂 然後 你如果有 想要加自己的音樂的話 你可以用 選舉音樂 然後這裡找到你的音樂 然後放進來用 然後 大概就是抓到這裡 然後 你就 看你是要儲存的故事 就是 找到你想要用的儲存方式 然後我們把它先儲存起來 然後 存起來之後我們可以按 檢視故事 然後 你就可以 有剛剛的那個 你剛剛的 做的效果 對 然後 大概就這樣吧 嗯 因為爆炸被搶走了 就是直接出毒 所以它這個 專案最後存起來是一個 一個影片檔 影片檔 呃 它沒有存成專案檔 可以可以 可以存成專案檔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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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